技术人员手持机器不断的向周边发出雷射光束 同时接收回传的讯号以及拍摄照片 来收集被检测行道树的状况 这台机器就是光学雷达 台中市有23万株树木分布在公园、绿地以及人行道 台风来袭行道树倒塌让民众很担心 建设局首度引进光达检测技术替垂容进行舰检 马上就会可以看得到我们全部资料套别是完整的 那这个资料我们也可以在现场直接做一个3D的跟2D的一个检视 上个月凯敏台风来袭台中市区许多行道树倒塌则断 建设局特别在树木倒塌高风险的南屯大龙东西 接88株垂容导入光达检测技术 3D扫描两分钟内树干树枝和树冠等树木尺寸全都录 透过科技及早发现问题及早治疗 避免核根病树癌 瞬间倒塌保护绿树及市民安全 透过两三个月之后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再来进去进一次的扫描 那这样就可以做一个比对 而且用科技的手法 可以让我们来知道这个树木成长的过程 还有它有没有可能最近会受到一些倾斜 或者病理上面的危害 那可以事先的给我们预警 这个光达的技术进来之后 我可能可以在短期先把这个初步的资料建模建好 那我们后续再去追踪有问题的 那相对于在人力物力上面 它可能会节省比较多 台中市导入光达技术 为全市23万株树木检测 先市办大龙东西街垂容健康状况 透过3D扫描预防潜在风险 期望未来推广至全市提升行道树安全与保护 人间新闻里面好台中采友报导